雅板加第一次受邀参加每周杯足球赛 表现让人惊艳 三分场四十五分钟时间 掌握了四成七的控球权 而且防守严密 让乌拉圭前锋卡瓦尼 还有新秀罗兰没有办法发挥 两队0比0 到了下半场的比赛 乌拉圭开始反扑 有多次濒临沉下机会 全场52分钟的时候 乌拉圭又来到了雅板加的门前 卡瓦尼还有罗兰被看死 另外一名中场球员罗尔格斯 在乱军中接护了投球妙传 罗尼格斯起左脚打门 球滚进了球门又下脚 向利于马德里竞技队的 罗尼格斯建功 乌拉圭就靠这一球领先到最后一刻 中场乌拉圭1比0 抢下小组赛首胜 获得了三分的积分 乌拉圭下一场球 台北时间6月17号 会迎战到最难缠的阿根廷 中式周天综合台6月15号 将直播两场C组赛事 凌晨2点半 哥伦比亚出站委内瑞拉 5点巴西迎战秘� 进行锁定中式中天 进行锁定中式中天